由你上人丟离 岁末行叫来到板桥禁思堂 海外弟子归来法院承担 天主教修女站在佛教殿堂 亲身感谢跨越种族的大爱 源自2016年4月南美洲厄瓜多 遭遇7.8强症摧毁防射 震垮天主教堂 大功臣花了近两年 今年7月庄严堡垒 再次把第二期小镇信仰中心 见证宗教融合 身边两位珍妮福和波里斯 更是地震震出来的菩萨 非洲跨国慈善关怀 在这片苦难大地 拉拔起无数困苦人生 实际是国家 可是爱无国境 不许任何宗教 都是用尊重 敬爱 感恩 的心 汇合起来 因为它叫做爱 清静于然的爱 慈祭大爱跨越宗教 包括穆斯林主马教授 天主教如继神父 更有无数实业家放下身段 千里迢迢回到台湾 心灵故乡 发心力愿 成就一片片爱的乐章 大一新闻 小智杰科兴志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